在中元节的商机以及饮料进入了销售旺季的带动之下 魏全公布了7月份的营收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记录 魏全表示看好两岸食品市场未来的发展 因此为了满足业务拓展需求 已经通过了对于大陆鼎可还有台湾卡勒比这两家公司的增资案 总计增资的金额达到24亿元